顏發意 台灣重兵的海外 在土布海先著著山 一滩血 怎么会有一滩血 昨天晚上 一位难产的原住民妇女 家人扛着她 翻山越岭扛了一个晚上 来到山下 因为没有八千元 又被扛回去了 什么 没有八千元 又被扛回去了 妈妈跟胎中的孩子 不知是生还是死 女性 女性 我们六个人 每天多做一双婴儿血 一年就有八千多元 可以帮助这位难产的妇人 你们每天只要节省五毛钱 我们一起来做善事 什么呀 这个人只要关注各人 这简单啊 我叫我媳妇买菜的时候 少买五毛钱就好了 这太棒了 我女性 我说有什么 你自己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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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房子 来哦 来买菜 近来买菜 喂 老闆啊 我要替你買這項菜 不過我要捐買五角銀 為什麼捐買五角銀呢 五角銀可以救人 我也要捐買五角銀 五角銀可以救人 我也要捐買五角銀 五角銀可以救人 只要五角銀就可以救人 這樣我也要 五角銀就能救人 這樣我也要捐買 五角銀就能救人 這樣我也要捐買 我也要捐買 菜市場的五毛錢 那一面 如果可以集合五百人 就是一個團體 就是一尊千手歡迎 可以及時救拔苦難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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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啊 菜市場有一個老人 很可憐 這個老人八十五歲 行動都不方便 大小便又失禁 整個房子… 哎唷… 發出臭味啦 哎唷… 怎麼會臭到外面來 這要趕快請醫生來看 也要請人來煮三檔 師父啊 我是沒錢啦 不過我可以煮三檔給他 配他洗什麼啊 師父 好事大家一起做 如果有需要 我可以幫他一整啊 阿爾西颱風來襲 目前鐵路中段溪水暴漲 道路不通 目前情況不明 我們接獲最新訊息 颱風造成水災 還帶來粉風 台東的被暖村發生大火 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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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身是逼狀 啊… 你本身也是逼狀 阿媽… 阿媽… 阿燮… 阿燮… 我少过来了 好 我们快跑 快跑 快跑 你 你不是我的孩子 我 我切错了 每一年的中秋节 上人必定回台中 为母亲庆生 东部有难 我 一定要赶回去 哎哟 很多地方 路都不通 你是要怎么回家 就算是用走的 我也要走回去 上人正在风源 为母亲祝寿 忧心如焚 立刻启程东返 由于台风刚过 多处交通受阻 转搭了多段的铁公路 才回到花莲 苏乎 苏乎啊 我们才十几个人 啊又没有钱 灾难这么大 我们要 到底要怎么救 我相信人人有爱 你们挨家挨户 每个店铺都去募款 师父 你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我们一定要 尽心尽力 我看这个天气 渐渐寒冷了 我们要准备毛毯 还有应急经 一定要将完整的物资 送给灾民 我看这个天气 我看这个天气 我会把保存那条 就是理由 就是在那里 有一个印象 在我心里 我当时艰苦的时候 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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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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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驼背 弯着腰 视力不好 用手摸索 捡起地上的干草 放到赵里生火 他都看不见 万一着火了 怎么办 1967年10月19号 解拉台风带来超大豪雨 茅草屋在西床上 万一下大雨 怎么抵挡得了 刮风下雨 我一定要为他盖一间 空心砖房子 让他安身立命 没有米了 没关系 我们再去 普明四界 师父 今天 来很多人 没关系 加水 师父 这边人 更多 怎么办 没关系 再加水 哇 你看你看 我们加水 再加水 这个粥啊 变得好清楚哦 诶 你们看 连天空的云 树上的叶子 都倒映在锅里面 哦 原来师父说 一粒米重藏日月 半生锅里 煮山河 就是这个道理啊 哇 大爱是寸寸爱 铺路走过来的 人人要记得 弟弟的名 都含有真诚的爱 请起清晨之旋去梦 手指不动一排浅浅 无量法门西线采签 得大智慧 疯大助航 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借助普明寺的时候 就已经有在围炉了啊 上人把我们当作亲人在疼惜 过年的时候 都会邀请我们回来金色围炉 阿嬷 阿嬷 你看 我有红包呢 哎哟 连小孩子都有红包哦 爹爹啊 苏高大抱着 要来给你做这个好呢 哎哟 连我孙子读书 都有新衣服可以穿 哎哟 太阻碍了 每个人都有棉袄耶 哎哟 阿嬷 怎么给我们收到这条酒都啦 哼 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家庭啦 经过全台环岛个案复杂 就像人间实验室 善解脱风出世热闹 这好处要等着照顾啦 只发清凉用三五米 你抗尽怀了你又洗糖啦 红烛大乘润自众生 哎哟 这话已经上飞了啦 不善种子 变功德田 为什么穷人越救越多 四十二岁张炳华 搬运杀石时 不慎从卡车上摔落 在黑暗角落 点一盏大 四杯之黑的花生 老鼠在咬你的脚 你 不痛吗 哎呀 我全身都没有感觉 对 根本不知道痛啊 师傅 她太太回来了 你喔 躺到休息就好了啦 如果你喔 躺到休息就好了啦 如果你喔 躺到休息就快去做工啦 唉 你老爸啊 躺到平了 不然我真的是没法度了啦 公德慧一定会帮助你 孩子如果能读书 就让他们读下去 凭根病 就像是双胞胎 如果没钱就医 就会拖垮全家 我们只是消极的救济 这样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再积极一点 我决定要一枕 师傅 我家一老可以无条件使用喔 我的药可以免费提供 义不容辞 阿母 我很痛的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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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痛的啦 谁让我坐轮椅 是要怎样啊 阿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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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痛的啦 我公司的一个路当时 乘搭车车去上班 让公车弄到 这些义声说 他的鞋可能封不了 他会只能坐轮椅啊 是要怎么办 这太严重了 赶紧送他去台北治疗 那又要保随严育去台北 好 好 荆棘青城 只旋须摸 手指不动 一拜见见 无量法门西线在前 得大聚会同达诸法 此将生生十二一年 一生他常常肚子痛 都说吃不下 腹部抹起来有硬块 只要马上送回医院 我没有钱啊 怎么这么严重 他的心脏有问题 要赶快送到台北大医院检查 去台北要花不少钱 我先让他在花莲看 可是花莲没有检查心脏的仪器啊 这位病人情况紧急 要赶快送往台北的医院 要赶快送往台北的医院 你怎么 花莲大梦母 为人家没法来 又回去了啦 快点啦 我们改坐车 走四花公路啦 花莲大理石的老板 来不及送往台北 就往生了 那位车祸送台北的小姐 现在怎么样了 叔父 我们烦恼啦 你是古盘脱旧 现在已经能够走路了哦 台北大医院的设备 真的齐全 资源又多 从一辈子坐轮椅 到安然坐车回花莲 再不做来不及 我决定在花莲 盖一所设备齐全的综合医院